书间上集,万瓷王家族为了抵抗龙族和豌豆族,他们也在疯狂地招兵买马,目前已经有16个万瓷王归位,这次他们要寻找第17个万瓷王,这次慈利姑找到了黄金贝蕾,希望他能净化成贝蕾瓷王。 亲爱的黄金贝蕾,能否加入我们万瓷王家族?只要你加入,我必定保证你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什么荣华富贵,我都不看在眼里,就凭借我这产阳光的数量,已经足够我丰衣足食了,不过要我加入也可以,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 啥条件,您尽管说,我一定答应。 条件一,我希望屏幕前的小可爱能给我一个点赞关注投币,因为我很缺爱,我需要大家的关注和爱心。 条件二,曾经有一群编友嘲笑顾我,说我无法攻击他们,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懊恼。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他们复仇,做到这两点,我就加入你们万瓷王家族。 好说好说,屏幕前的小可爱都是好心人,一定会给你点赞的。 第二个条件也好说,我这就派遣我们万瓷王家族的剑圣去攻打兵佑,一定为您报仇血恨。 第一个条件大家都做到了,因为很多人都点赞了,然后剑圣瓷王召唤了大量龙蛇蓝前去攻打兵佑,我们看看能否成功吧。 大家也帮忙做个调查,觉得能获胜的扣一,觉得会失败的扣二,我们拭目以待。 加油! 加油! 最终黄金贝蕾成功进化成贝蕾瓷王,目前17个万瓷王已经归位,第18个会是谁呢?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 点赞关注评论。